一位24岁的年轻男子 一开始以为只是腋下长了痘子 后来反复发作甚至会痛 才知道自己得了化膿性和腺炎 这是一种免疫系统失调导致的皮肤疾病 但常常被误会是卫生习惯不佳 和疾病纠缠14年 这位男子也成家立业 但病况却持续恶化 就连屁股也开始长出囊肿 又痛又感到自卑 因此不敢与老婆进行亲密行为 他们有统计过生活品质 就是在性行为这一块 其实是会有影响的 如果说长在会阴臀腹 然后你有膿 这个应该很直接就会觉得是有影响 不止如此 这位男子最后连肛门都沦陷 又痛又难受 后来终于下决心 手术挖除皮肤病灶 住院一个月才终于痊愈 医师表示 化膿性和腺炎一开始很像一般的青春痘 所以容易轻忽 如果半年内反复长痘子 就建议到皮肤科检查 以免恶化影响生活品质 东新闻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